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特别的模型 这个模型首先它的能力非常的强 这个是一个图片编辑的模型 大家注意它在这个模型的排行榜上呢 目前是在Flex Context的之上的 那这个模型呢叫做Hydream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模型并不陌生啊 好像我们之前测过这个模型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是一个新版本 是在7月份刚发布的 也是因为这个模型强大的编辑能力 ConfyI的官方呢发了一个博客 对这个模型呢进行了原生的支持 那其实在这个博客里边呢 我们并看不到太多的这个信息 大家呢可以点开它的这个Document 这里边的内容呢会相对的多一些 大家注意啊 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版本啊 就是11.4 这个是4月份发布的 而我们今天啊看到的这个版本呢 是7月16号发布的 所以说是一个全新的模型 那如果你想用这个模型的话呢 首先啊你需要把这个ConfyI更新到最新版 然后呢去下载我们的主模型 这个主模型的话呢 目前有两个 第一个呢是11-1BF16啊 第二个是11--BF16 那我们建议大家当然还是下载这个最新的 是吧 它这也有一个课号里边写的是推荐下载啊 然后如果你之前已经用过Hydream这个模型的话呢 底下这个你应该是已经下过的 如果你要是没有啊用过的话呢 大家需要把这个模型的一个一个都下载下来 然后放到我们对应的这个文件夹里边 大家注意啊 我们的主模型是放在default modus 里边啊 然后呢 文本编码器里边呢 会有clip-i-hydram clip-z-hydram 这个跟我们的flux有点像是吧 T5的编码器啊 IOLIMA的编码器 然后VE这个和flux是共用的啊 不用单独下载 然后呢就是工作流 大家可以把这个图片啊 给它拽到你的confyI里边就可以了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只做了几个典型的测试啊 我们来看看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先来揭晓一下谜底吧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模型让人觉得哭笑不得呢 大家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时间 600多秒 300多秒 500多秒 400多秒啊 600多秒 甚至有900多秒 所以说这个采样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而且我这已经用了啊 C折腾 而且我现在是2.0的 也就是说进行了一个明显的加速 目前我得到的效果还是这个样子 我的GPU不算很强 但是呢也不算很弱 是4070TS 16G的 所以说呢 回头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在Running Hub上啊 去运行这个工作流 那由于这个呢 目前是刚刚新的啊 Running Hub肯定目前还是不支持的啊 但是我相信它很快就会支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的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描述区的邀请链接注册Running Hub 可以获赠1000点的免费点数 另外的话呢 就是每天登录也会有100点的RHB的赠送 这样你就可以免费的来尝试一下自己的工作流 好 我们言归正传啊 来说一下这个工作流是怎么构建的 大家注意啊 那主模型的加载同样是三组件啊 第一个是11-1的主模型 大小呢是34个G 所以说WitType一定要选成FP8的 而且这选的是Fast的版本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Kash那个一样 它需要PyTouch 2.7以上才可以用啊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编码器跟Flux的编码器 加载的有点像啊 但是它是一个四编码器 看一下有J 有I 还有T5 还有LM 这个在我们的下载链接里边都有 如果你不想看它那个Documental的话呢 这也有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链接进行下载 那这是主模型加载的部分 但是这个模型加载的部分 后边这有一个CFJ GNOME 这个是进行CFJ的一个规划的节点 大家直接用就可以了 我这呢用了一下C这个Tension啊 主要是为了加速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速度非常的慢 是吧 所以说效果好是一方面速度慢 的确让人不太容易接受 然后是图片处理的部分 那我们原来的Hydream呢 它生成的分辨率只能是768乘以768的 所以说呢可用性比较差 但是在E1-E这个版本的话呢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的图像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把它缩放到一个百万级的像素 然后这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节点 叫Pix to Pix Conditioning 一般呢我们是在做这种参考生成的时候会用到 然后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 V1-E和我们的参考图片拿过来 然后呢会生成一个latent和我们的正向条件和反向条件 另外的话呢 这有一个CFG设的是3.0 然后呢有一个image的CFG啊 设的是1.5 这个大家按照官方的设置就可以 然后就是我们的采样器用的是一个高级的采样器 所以说呢是一个随机的种子 这个guider呢是一个双CFG的编码 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有condition1 condition2和negative style呢我们选择regular 采样器呢我们就是欧拉采样器 然后调度算法呢我们选择是simple 大家注意啊是20部采样 别的呢没有什么特殊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呢 我是将这个图片当中的女孩 把她的这个头发放下来啊 然后呢略过她的尖头 所以说你会发现那原来呢 这个头发是砸在后边的 那出来的效果呢变成这个样子 整体的效果是非常棒的啊 那这种编辑呢也非常的独特 这个足以展示这个模型 对于图片编辑的一个能力 但是呢它原生模型的一些缺点也展露无遗啊 就是当我们去修改头发 那头发由于离脸比较近 所以说你会发现 它对脸的这种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这两个人物的相似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去对比一下啊 很多模型都会有这样的特点啊 就是你去改脸的时候呢 对于长相是有影响的 对吧 这是第一个啊 好我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处理啊 这个女孩现在穿着一个蓝色条纹的衣服啊 我用提示词呢 希望她穿上一个白色的T恤衫 而且这个T恤衫上会有一个谷歌的logo 大家看一下基本形态是对的 但是这个谷歌的logo的文字呢 稍微差一些 我觉得啊 可能是因为我用了Sage Attention 但是我也没有去掉它 因为采阳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啊 但是也能说明这个模型的一个复合编辑能力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我这个首先要换衣服 然后要在衣服上贴这个文字 对吧 所以说呢 像这种东西啊 在Flux DV里边可能实现起来就困难一些啊 但是Hydream实现起来还可以 换衣服的效果 包括文字的效果 我觉得都还是可圈可点的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 这个很简单 风格切换 我把它转成了一个迪士尼的卡通风格 大家看一下这种转换 其实呢 更加的精致 包括衣服的细节啊 你看背影的这种条文 整个人物的状态 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啊 然后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文字的编辑啊 所以说我的提示词是 将文字改成Well done 那同样这个文字大体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O和N呢有点连体啊 这个不算什么大的瑕疵 所以说呢 我们主要是测试一下 它对于文字的编辑能力 你会发现 它其实还是参照了原来的这个字体 是吧 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就有意思了啊 我原来的图片呢 是一个女孩弹着一个吉他啊 然后我这个提示词改成了 将吉他改成一个AK47的枪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也非常的不错啊 当然它可能不是AK47是吧 我也不太懂这个东西啊 但是总体上来看的话呢 这个状态啊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脸这稍微有点 拉伸的感觉 我看了一下圆图片 这个好像也有啊 只是不那么明显 只是这个 那最后一个呢 我做了一下修改表情 大家看一下 它本来是一个孝顺的女孩啊 然后呢 我想把它变成一个生气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能力呢 也是非常强的 由于采样的速度 实在是太慢了啊 所以说呢 我有一些想法呢 可能就来不及给大家测试了 但是通过这样一些例子 我们大概也能感觉出来啊 最起码它的图片编辑能力 是不比Flux Context要差的 当然它的缺点就是 这个采样的时间很长 官方也提到了这一点啊 那我们也希望啊 会有一些量化模型 或者加速模型出来啊 让整个的速度变得更快一些 那这就是我对这个模型 整体的测试的效果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尝试一下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